二年26歲的郭子豪早年就在A&F擔任男模特兒出身 是品牌首位華人的模特兒 本身已經有一定的名氣了 他早前就憑著無線劇集《親親我好媽》 和三個女人一個因火速上位 而原本被安排擔任劇集好日子的第三男主角 前途有一片光明 正所謂人紅就自然囂 據知去年年底他竟然無端端脫底倒數鬚 又因為感情問題多次缺席活動 和沒有依照通告現身 搞到高層很生氣 最後就被飛出劇集 更有指他拍劇時就跟江家敏鏡頭契 令人們覺得他的感情問題就是源自這位文青女神 只不過說到江家敏時 只豪就竟謙虛地說 完全高攀不起這位女神級數的人 而問到他現在的感情狀況 他就說很穩定 多謝大家關心 現任的女朋友就是圈外 從事教育工作 而為了挽回他的事業 只豪早前就決定參加8月底舉行的見美比賽 打算樹立他大隻仔的形象 最近狂飾和狂做健身 每日要吸收雙等於25碗飯的5200卡路里 成功就在四角園內增重40多磅 空肌也由原本的40吋 部長去到48吋 而卑位和腰圍分別是18吋和30吋 真的很誇張 日前在下午2點多 就讓我們見到他在尖沙咀狂掃小食 之後就去健身補給品專門店買4罐增磅奶粉 然後就去健身中心那對操機 在教練的指導之下 就見到他做到面容扭曲 越做越認真 開始更臉青青 去到做第三式的時候 他周不時已經合上眼睛了 突然之間就發生這一幕了 嘩 原來他要走到垃圾桶裡吐 令到周圍的健身人士都很害怕 之後只豪妹因此而放棄 回氣之後再次粉戰 一起畫出 走動 回家